接下来就是我们的考试主题 考试主题分为三块 时尚潮流 开吃美食 男生专场 男生专场 我觉得男人的东西都很难卖动 不知道为什么 男人组 运营组 根据面试成绩 依次选择类目 大家在场下可以先想一下 自己想要的选择 你想要啥 反正不要男生专场就是 四块起来的 因为男生不爱买东西 那会不会有一个就是达人 就配单个的 会 为什么 因为五个运营 三个达人 所以有一个达人少一个运营 对 有一位达人少一位 是谁 在面有面试的第一名的达人 过来来选择 好可爱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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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撕下来吧 撕下来 贴上去 男生专场吧 选 我觉得他会选美食 是吗 是的 不能换 换了 时尚潮流 忽然我怕有辣的 吃不了辣 你的点真的是 我怕要选到我不能吃的 我就完全无法胜任 然后男生的话 因为我前前在跟我老公吵架 所以我不太想选男生的东西 好难想象的理由 好 第二名 男生专场是什么 原本我最想选的就是 时尚潮流 但可惜被选了 好 男生专场呢 我也不是很了解 而且凭 可能也没有那么多可以选的 那我还是选吃的吧 我就是想选这个男生专场 你看好 很久了 男生专场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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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男生专场